原标题 中情斗争中得罪了汉安帝,被迫服毒自尽。这个为世界人民所铭记的中国东汉宦冠,就是造纸术的发明人蔡伦。蔡伦生于公元61年,祖籍桂阳及今天的湖南省辰州市,父亲是一名出色的铁匠,年幼的时候通过私塾,粗通笔墨。 东元75年,蔡伦通过官府选拔,进入皇宫当了宦官,在东汉明帝身边当一个小皇门。蔡伦天资聪明,又善于左右逢源,深得汉张帝明帝儿子皇后斗士的信任。 蔡伦帮助窝皇后陷害张帝宠非算贵人母子,让窝皇后那儿子刘兆成功地登上了地位,即为东汉和帝。 窝皇后成为皇太后,投桃报礼,让汉和帝封蔡伦为中长室,成为了有正规官职的高级宦官。 当然了,天下,没有白吃的午餐,蔡伦的一系列行为,也为晚年的悲愈埋下了浮品。 公元104年前后,蔡伦通过其任职的皇宫上方令主观皇宫的制造业机构,发现树皮或麻布等物清醒后,会在水里留下一些丝状的东西植物纤维,不会腐烂。 于是,他命工匠将这些残留的物品放石锈中不停搅拌,直到它们成为僵状物,然后再用烛涅把这粘糊糊的东西调起来,等干燥后,接下来就变成了纸。 蔡伦带着工匠们反复试验,试制出既轻薄柔韧,又取材容易,来源广泛,价格低廉的纸。 元兴元年公元105年,蔡伦向汉格帝献纸,蔡伦将造制的方法写成奏折,连同纸张呈现皇帝,得到皇帝的赞赏,便召令天下朝廷内外使用并推广。 朝廷各官署,全国各地都是做奇迹,九年后,蔡伦被封为龙亭侯,十亿三百户。 由于在全国各地逐步推行的新造纸方法,是蔡伦发明的,人们便把这种纸,都称为蔡侯纸。 蔡伦的这一发明非同小可,值得出现,马上代替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冤,成为了东汉王朝一种不可替代的生活用品。 造指数沿着丝绸之路经过中亚,西游向整个世界传播,为世界文明的传承和发展,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。 所以,后世将其列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,是实至名归的。 公元105年12月,汉和帝去世,历刚满百岁的幼子刘龙为皇帝,即东汉商帝中国历史上年龄最小的皇帝。 汉商帝即位一年,刚学会讲话就病逝,东汉皇室又陷入了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中。 邓太后和自己家的人商议,历汉的孙子,和兼王刘庆的儿子刘虎为皇帝。 106年,13岁的刘虎继位为帝,历史上称东汉安帝。 汉安帝的祖母,是当初被蔡伦献害而死的宋贵人,风水轮流转,这回轮到蔡伦傻眼了。 公元121年,掌握朝政的邓太后去世,汉安帝亲政,没有了庇护的。 蔡伦好日子也到了头,看安帝让他自己去庭文署报道,坦白自己的罪行。 蔡伦自知难逃一死,沐浴后穿戴整齐衣服、帽子,喝下剧毒自尽。 安帝文报,废除了蔡伦的封地,并将有关蔡伦的一切文献资料都销毁。 直到30年后,公元151年,探完地时,才将有关蔡伦的资料补充记录下来,否则的话,现在的我们就不会认识这位伟大的发明家了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